女人的一生有几次机会会遇到命中注定的她呢,错过了可能就永远就错过了吧。 珍惜现在把握机会才是对女人最好的回馈吧。 排面测试往下看,A,圣杯三你和命中注定相遇其实是很难的,原因是平时接触的异性有点太窄了,接触的异性也是你不合适的,看不上的,就导致了你的那个她只都在等待双方的相遇,你们的相遇是通过朋友介绍或者是聚会认识的,开始你不知道她就是你的真名天子,后来确实缘分让你们慢慢相识相知,对对方起来兴趣。 B,宝剑提示你命中注定的她现在还没有出现,但是正在路上,其实你也应该知道问题所在了。 你现在的工作,生活太过忙碌,重心没有放在感情上,你是一个很自信的女人,认为一般的男人没有办法给你想要的生活,默默地等待心中的她出现。 但是你不知道,你现在的这种情况,导致你迟迟,没有遇到命中注定的她。 C,太阳现在的她不是你命中注定的她。 你们在一起虽然眼前过得很愉快,很光明没有多少的烦恼。 但是你不知道的是,你们,是很想停留现在美好的时间,就导致你们的感情迟迟,没有走出恋爱的阶段,进入另一段感情的稳定期。 你们的恋爱进展,那很慢,想要结果很难,而随着时间的成就你们慢慢就会出现矛盾,途中的小孩就是代表你们对感情的不成熟,虽然前途光明,但是不懂的经营也会走向,分手的结果,是不是命中注定,其实就是看你们的相处方式。 D,正与你命中注定的她是你在工作的过程中认识的,当初你不确定她就是你心中的真命天子,但是慢慢通过很多的工作上的事接触,慢慢了解对方,越了解就越是对她念念不忘,所以心中的恋爱种子,慢慢的滋生无法抹去,其实她就是的真命天子,只是你没有办法迈出那一步,害羞就让你止步不前了。 Zither Har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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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 lifetim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